管理风险 实现长期财富增长 鲨鱼工作室 带你看懂美国经济动向 今天是5月17日周三 因投资者有望看到白宫和国会领导人 能就美国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避免灾难性违约 美国股市周三开盘走高 到目前为止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5% 美中医院议长麦卡锡称 周日达成债务上限协议是可行的 总统乔·拜登也表示 对债务上限谈判乐观 并表示他有信心避免违约 他打算就这个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周三上午 地区银行的股价也飙升 投资者一直担心的西方联盟银行 公布了存款增长的最新情况 导致地区性银行股大涨 西方联盟银行股价在开盘时 上涨12.1% 该银行表示 其第二季度的存款增长了20亿美元 自三月份硅谷银行倒闭以来 一直承受压力的其他银行股 也重新站稳脚跟 紧顺KBW地区银行 ETFnow上涨2.1% 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几乎没有变化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从周二的3.548%升至3.564% 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上涨0.3% 该指数已升至约两个月来的高点 下个月 股市将迎来一场重大重组 指数提供商负石螺素将重新调整其股票基准 这通常会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投资 根据高盛的估计 梅塔和谷歌姆公司被踢出拉塞尔1000价值指数 与此同时 他们在拉塞尔1000增长指数中的影响力将增加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梅塔目前是埃塞尔斯·拉塞尔1000价值 ETF的第四大持股量 去年 梅塔、奈飞和PayPal等科技巨头 跃升至价值指数 而他们在增长指数中的影响力则有所下降 此举凸显了股市的体质变化 遭受重创的科技股有资格成为这一价值指标的衡量标准 价值型股票通常被视为股市上的便宜货 富士拉塞尔的价值指标应该跟踪市净率较低的公司 该指数提供商预计将于周五晚上宣布对其指数的初步修改 去年 道琼斯指数一直领先于纳斯达克 而今年 纳斯达克以1991年以来最大的差距领先道琼斯 到目前为止 蓝筹股抹去了2023年以来的涨幅 这是一个好迹象吗 截至周二收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8.3% 为1991年以来最大涨幅 自3月30日以来 该股票基准也首次收于备受关注的技术指标50天移动均线以下 在过去50年里 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指数大幅超过道琼斯指数是极其罕见的 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 这是自1971年纳斯达克推出以来 该指数在截至5月16日的一段时间内首次上涨于17% 而道琼斯今年仍处于红色状态 投资者纷纷买入几只大型科技股 包括苹果公司、微软、英伟达以及与范加相关的股票 这些股票几乎贡献了2023年市场的所有涨幅 掩盖了股市其他领域的疲软 自今年年初以来 小盘股、金融服务股、能源股和医疗保健股一直在下跌 衡量小盘股的罗素2000RAT指数 自2023年初以来下跌了1.4% 高盛表示 标普500指数中最大的实质股票贡献了该指数第一季度涨幅的87% 这显示出美国股市的集中度有多高 高盛指责美联储降息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经济衰退担忧和人工智能热潮的预期激发了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兴趣 令目前的市场不是很健康 因此 目前似乎每个人都预计股市会下跌 但是 如果它反而上升了呢 市场上的主流观点都在告诉投资者 现在还不是看涨的时候 目前 市场似乎在屏住呼吸 过去一周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1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29% 连续第六个星期涨跌幅度都不到1% 这就好像投资者在等待某种东西 以某种方式打破这样的僵局 这也许就是股指可能会突破 变得更高 想想过去一周的通胀数据 周二 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 通胀连续第10个月减速 周三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位居第二 以2021年初以来最慢的年度速度上涨 这不仅对正在努力压低价格的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 对股市也是个好消息 根据Bespoke Investment Group的数据 当年度CPI比前一年至少下降5个百分点时 标准普尔500指数未来12个月的回报率中值为14.9% 通胀放缓也表明 美联储可能会在下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暂停加息 期货市场定价表明 美联储在6月份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至5.25%的目标区间的可能性超过90% 这一点仍有时间改变 特别是5月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将在会议前公布 从历史上看 在美联储暂停加息期间 股市表现良好 标普500指数在上一次加息后的12个月平均回报率为16.9% 而在首次降息后的一年中平均下跌1% 投资者并未为股市反弹做好准备 根据德意志银行数据 系统性趋势跟踪基金最近一直在将其股票敞口 提高到2021年底以来的首次略高于中性 但非必须投资者严重减持股市 股票敞口处于一年来最低水平 仅为历史第900分位 许多投资者正在等待市场下跌 然后才投入资金 但如果突破高点 他们可能不得不开始买入 当然 还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问题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债务上限之争 以及美国违约将导致的所有最坏情况 银行仍有可能减少放贷 导致信贷紧缩 人们对今年下半年的盈利前景也没什么信心 就与市场以外的衰退信号继续亮红灯 这是一堵令人担忧的墙 股市似乎准备爬上这堵墙 但证据的平衡正倾向于更乐观的方向 等待下一次下跌买入的投资者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好了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东西以及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会员视频的更新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